感谢神我们一起继续学习 我们早上有发给大家一张讲义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 他说这上面的题目是说 我们跟着家人跟着孩子一起成长 上面题目最主要的就是 说着作为家长的儿童孩子一齐的来到成长 不论我们的孩子现在是多大的年纪 无论我们的儿女已经是多大的年纪 我们仍然是需要成长的 因为只要我们想成长 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成长 因为只要我们是想要去成长的话 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儿女的成长 那我们的年纪在谈成长的时候 已经不是身体的长大 那我们讲到成长的时候 就已经不是再讲到身体上面的长大 是讲到我们的人的里面 原来有一个人叫做我 是讲到在我们的里面 原来有一个人叫做我 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说了 那个人的里面的我有可能是假的 那今朝我们已经提过 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我可能是假的 所以我们其实要突破 要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突破 我们需要去成长 那一开始的第三点看到 那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第三点那里讲到 把它画起来 我们要把它画起来 说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这里说成长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圈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将时间 这两个字圈起来 这样子呢 我们常常大脑就可以摆住一个圈圈 里面写的是时间 那我们的大脑里面 就时常有一个圈圈 所写住的里面 就是时间 就是明天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明天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明年跟今年是不一样的 那明年跟今年又不一样的 这个叫做时间 那这个就叫做时间了 很有趣的是神没有时间 那很有趣的神是没有时间 时间就是祂本身 那时间就是祂的本身 很奇妙 因为祂用时间帮助我们成长 因为祂用时间来帮助我们成长 可是因为我们已经说 我们的大人看不出身体还在长大 但是我们已经说 我们这些大人看不出 我们的身体在那里成长 所以我们就要想 为什么神给我们家有小孩子呢 那所以我们就要想一下 为什么神使到我家里面有小孩呢 原来我们透过小孩子 看见他会成长 原来透过小孩子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成长了 看见时间的转变 就是能够看见时间的转变 看见神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慢慢给他的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 没有看到刚刚我们讲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睛 看不到刚才我们所提过的事情 我们的眼睛就会很注意的 很小心的 一直看他 很靠近他 一直看他 那我们的眼睛就一直很靠近的 很注意的 那你一直看一直看 就会看到他 这边有痘痘啦 这边不漂亮啦 你一直这么好 所以看的时候就看到 啊 这边有青春痘啦 那边又不是那么漂亮啦 这边有一根毛啦 那这边有一条毛啦 你远远的看看不到 那这些东西是你很远去看 看不见的 比如说我站在这里 比如说我站在这里 你看不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你看不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 你只觉得 哎 有一个人在那边 还不错耶 你只是觉得 哎 有一个人站在那边 都不错啦 哎呀 听听看 啊 听一下看 可是你靠近我 但是你走远一点 再靠近我 再走远一点 再跟我住个两天 再跟我一起住两天 你可能就头痛了 那可能你就会很头痛了 为什么 因为你靠太近 因为你靠距离我太近了 太近的时候啊 你看家里的人啊 你很不顺眼 那太近的话 就是说你看家里的人 就觉得不顺眼了 所以有时候啊 主耶稣真的这样教我们 所以有时候主耶稣 就真的这样教我们了 要靠近的是跟他靠近 要靠近 就是需要跟他 你都是靠近 你跟耶稣靠得越近 你跟耶稣靠得越近 你记不记得圣经有说 说他的灵啊 会展开翅膀 往上飞 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会说 他的灵是会好像 展开翅膀向上飞一样呢 你跟耶稣靠近的意思是这样的 你跟耶稣靠近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了 不是说这样子 哎呀 手拉手好朋友 不是的 不是说只是手拖手 好朋友 他是往上的 他是往上的 为什么往上 为什么会是往上呢 我们都坐过飞机啦 大家都坐过飞机啦 想想看 为什么会发明飞机 我们想一下啦 为什么人会发明飞机呢 当然从亚洲带到这边 要飞机啦 那当然从亚洲来到这里 就要坐飞机啦 现在是说 神真的给人一些方法 让我们从那个方法里面去想到 神想要我们明白的事 就是说神会给人一个方法 从这个方法当中 就使我们想到 神要人去明白的一些东西 真的不要小看 平常看到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不要小看 小看这些看不起 这些平常我们所看见的东西 每一个都要想到神 因为每一件事都可以想到神 那个展翅一飞上去的时候 就说展开翅膀向上飞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很大的东西 你看到很大的东西 好大的一片地 好大片的地 房子变小了 房屋变得很小了 人都看不见了 人都看不见了 所以你就看到说 哇 这个世界原来创造的这么美好 那我们就会说 原来这个世界创造的这么美好 可是你一下飞机了 但你一落飞机 很多人 有很多人 挤来挤去 逼来逼去 看到了都是人 再看近一点 再看近一点 哇 你的脸这么恶 这么恶 你那块面这么恶的 哇 我怎么样对不起你 你需要给我脸看吗 我又对不起你吗 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面色 你飞上去 你飞上去 你飞上去看不到他了 你飞上去的时候 你就看不见他了 高一点就看到 啊 有两个人 你再高一点 你或者会看到 下面有两个人 所以你要靠近的是耶稣 所以你要靠近的是耶稣 你这样子看到人啊 你的里面才会 因为有耶稣嘛 你就会 早上说什么 放松 所以这样 因为靠看见耶稣 所以你里面 才会 好像早上所讲的 懂得去放松 所以神给我们小孩子 所以神给我们小朋友 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让我们想到神有时间 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就使我们想到 神有给我们时间 看到小孩子 让我们想到 神给我们成长 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就想到神要我们去成长 这样子呢 我们重新看这张纸 才可以想到是自己 那我们再重新看 这张纸的时候 才会想到 原来是讲自己 比如说 思考问题的A 第一个 的第五题 比如说 思考问题A里面 所提到的第五题 说 为什么 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 有时候会很失望呢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在管教小朋友的时候 有时候会陷入一个 很失望的 一个境界呢 因为前面可能有告诉你 可能你想要他听话 前面可能就告诉你 因为你可能 要希望他听话 听谁的话呢 听谁的话呢 当然听你的话 当然你希望他听你的话了 那又要想到神了 那你就要想到神了 神为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感觉 神为什么会使你 有这样的感觉呢 不要小看这件事 不要看轻这件事情 他要我们想到 神也希望我们听话 因为要使我们想到 原来神 也希望我们要听他的话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 够聪明了 但可能有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 已经够聪明了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自己想说的话 说自己想说的话 有时候可能还骗一下 有时候还是骗一下 那神看到 也是会失望 有时候神体见 也都同样会失望的 那这个就是小孩子 教我们想到神的事 那这个就是小孩子 教我们想到神的事情 问题B的第五题 那么你觉得 那你觉得 今天神 在这个时代里面 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你会觉得 神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是扮演着什么的角色呢 想想看 那我们可以想想 以前的年代 爸爸妈妈的年代 以前是爸爸妈妈的年代 你觉得神 用什么角色 让他们认识 那你觉得神 用什么角色 使他们能够去认识呢 哦 以前不平安 哦 原来以前是不平安的 以前很多人都不平安 以前很多人不平安 以前很多人很穷 以前很多人都很穷的 以前很多人生病 以前很多人都有病 对不对 以前很多人看见魔鬼 或者以前很多人都见到魔鬼 那那个时候神的角色是什么 那时候神的角色是什么 哇 好像他们的救主一样 那就好像他们的救主一样 好像他们的医生一样 就好像他们的医生 他们就完全相信 他们就完全相信了 时代一直改变 那时代一直在这儿改变 到今天 去到今天了 今天的孩子 今天的孩子 今天的你 今天的你 你平安了 你平安了 有工作了 有东西做了 也有钱一点了 也有点点钱了 我知道 你一直都说你不够钱了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在说 不够钱用的 但是也算够了 但其实都算够了 在英国吗 在英国啊 你没钱也是会有钱的 你没钱都是会有钱的 每个月会派给你 每个月都会有人派给你的 所以你就知道 钱也是有一点点了 所以你就知道 钱也有一点点了 房子好像也有了 好像屋都有了 车子应该也有了 车都应该有了 没有的 有更大的 没有的 有些人有更大的 大的 公车 大的就是公共汽车 巴士 就是巴士 还有司机呢 你叫他停 他就停了 你叫他停 他会跟你停的 所以今天很顺利了 所以今天就很顺利了 那神是什么呢 那神是什么呢 想想看 你可以想一下了 时代变了 时代变了 有时候忘记神了 有时候就会忘记神了 那小孩子更不认识神了 好像就是星期六 把他拖进来 再拖回家 好像就是星期六 把他拖来教会 又拖回家 再大一点 就推进来 再推回家 再大一点 就是推他来教会 又推他回家 再大一点 不见了 再大一点 你就发觉 不见了 所以神到底是什么角色 所以到底 神是什么的角色 跟我们有关系 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可能我们没有讲得很清楚 或者我们可能 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能我们没有教得很清楚 或者我们没有教得很清楚 他们对神 好像不太认识 所以好像他们对神 不是那么认识 那这些东西 都会造成家庭的冲突 那这些事情 都会造成家庭里面的冲突 你只要把家庭的事情 没有连到跟神有关系的时候 冲突就很多 只要你将家庭的事情 从神连上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冲突的事情 原来有很多 我要反过来讲 因为我要反过来讲 今天就算你认识神 今天就算你认识神 你今天就算很热心 很虔诚 就算今天你很热心 很虔诚 你有没有发现 你都有冲突 你都有没有发现 其实都是有冲突的 何况他不热心 又不虔诚 何况一个人不虔诚 也都不热心呢 不是更多冲突 那不是更多的冲突吗 可以知道 我们要学的地方 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就来想 问题C的第五题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是要求要求要求 他们还是陪伴陪伴他 你想想看 如果神又来了 又想到神 如果神今天只一直 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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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神今天 只不过是一直在 要求要求要求你 你应该跟他的关系 不会很好 那应该你 跟他的关系 就不会好好了 可是我们的神 他就改了 变成陪伴陪伴你 安安静静的陪在你旁边 就是安安静静的陪在你的旁边 陪在你的心中 陪在你的心当中 只要你一想到他的时候 你会有一点感动 只要你一想到他的时候 你心里面就会有一点感动 只要你一想到他的时候 你觉得他安慰过你 只要你一想到他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他曾经安慰过你 你就不会每一天很怕他 对不对 你就不会每天 这样很怕他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想想看 我们家庭的冲突 是不是也在这个事情上 那我们可以想想 我们家庭的冲突 是不是也都在这些事情里面 你的婚姻关系 你的婚姻关系 你跟孩子的关系 你跟小孩子的关系 你跟姻亲的关系 你跟姻亲的关系 如果都是在要求 如果都是要求 可能我们要转一点点方向 那或者我们就转一点点方向了 陪伴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观念 如果我们讲的全部都是观念 等一下我们来谈一谈 怎么帮自己 有什么方法 那一会儿我们就会看一下 怎么样来到帮自己 究竟有什么方法了 好了 最后一段 他说是管教的帐 最后一段 这里提到是管教的帐 我们也要看第五题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五题了 说 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和我们今天 对家人孩子的期待 有什么一样 什么不一样 就说耶稣对我们的期待 和我们对自己家里的小孩子的期待 有什么一样 或者不一样 这个期待里面 真的会失望的 那你在期待的当中 真的会失望的 但是期待里面 却也有喜乐 但是期待的当中 却也都有喜乐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有失望 也有喜乐 加在一起的话 假如今天你有失望 也都有喜乐 加在一起的话 表示你是正常的人 表示的 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表示你有地方 还需要主耶稣 也都表示说 有这个地方 你仍然是需要主耶稣的 所以我们早上就提到说 如果我们需要耶稣 进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今次我们也都提过了 如果需要耶稣 进入我们的心中的话 我们里面那个我 要怎么样把它 凸一个洞 一个破洞 让主耶稣可以进来 不然的话 那个假的我 是包得紧紧的 好漂亮的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假的我 是包得很密实的 很漂亮的 因此 今天我们最重要的 其实是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时刻 我现在要决定做什么 我的选择是什么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说我们需要决定 我们需要知道 选择些什么 这个假的我 如果包装得很好 如果这个假的我 包装得很好 那它会带来 在我们心中 这个是新的 我们在心里的里面 会有这几种的感觉 那就会带来 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一几种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谈假的我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讲一下这个假的我 因为假的我 我们看不见 因为假的我 我们看不见的 可是可以感觉到 但却是可以感觉到 所以我们只能够 透过我们的感觉 来看说 哦 原来我有假的我 所以我们只能够 凭着我们的感觉 来知道 啊 原来 我也都有假的我 不然的话 我们每个人 看自己啊 觉得还不错呢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每个人 看自己都会觉得 都是不错的 但只要觉得 自己还不错的话 圣经神的话 就不太容易进来了 只要我们仍然是觉得 自己都不错的话 圣经神的话 就不是那么容易 入到来我们那里 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 是别人的问题 啊 我就会觉得 大部分的问题 都是其他人的问题 我父母的问题 是我父母的问题 我老公 老婆的问题 是我老公 老婆的问题 我孩子的问题 是我小孩子的问题 教会的问题 是教会的问题 同工的问题 都是他们的问题 都是人家的问题 我啊 好委屈了 啊 我好委屈啊 哎呀 我已经来到这边 不错了 不要再告诉我什么了 哎呀 我来到这里 都算不错啦 还要不要说什么给我听啦 我不然这个时间 我可以去赚钱的啦 其实我这个时间 可以去赚多点钱啦 我因为听到讲习会 我就来听看看啦 啊 其实我听到话 有讲习会 我就来听一下啦 不要再说我不好 什么假的我 啊 不要再说 有什么不好啊 有什么假的我啦 有感觉的 有感觉的 第一 第一 会容易幻想 啊 会容易去幻想 我们自己检查 我们不要一个一个问 我不会一个一个去问 但是我们自己去检查一下 如果有 你自己就知道了 啊 如果有的话 你自己其实是知道的 啊 常常想象说 如果我没有结婚 多好呢 啊 常常会在这儿想啦 哎 假如我没结婚 多好呢 我如果没有嫁给他 多好呢 如果我没有嫁给他 是多好呢 我如果少生一个 多漂亮呢 啊 如果我少生一个 小孩 会漂亮点 哎呀 早知道 就不要生孩子了 哎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要生孩子了 啊 早知道 不要来英国了 早知道是这样 就不要来英国了 早知道不要开店铺 不要太可慰 啊 早知道就不要开外卖店了 很多想想的做梦的东西 很多在那儿想啊 在那儿发梦的东西 这是第一个 假的我带来的感觉 这个就是带给第一个假的我 带来的感觉 喜不喜欢看电视剧啊 喜不喜欢看电视剧啊 很好看哦 好好看啦 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是谁啊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是谁啊 如果你喜欢看电视剧 如果你喜欢看电视剧 你会追电视剧 你就会去追电视剧 这一集一演完就 哎呀 可惜啊 那一集完了之后 你就会说 哎呀 可惜了 还没讲到重点 因为好像还没讲到重点啊 第二种就是 哎呀 好蠢啊 这个 他应该知道他骗他了 怎么还相信他呢 第二种人就会说 哎呀 这个人真是蠢啊 你应该知道 那个人会骗你的嘛 你恨不得自己跑进去演啊 哎呀 你好恨不得 自己跑进去电视那里 扮演这个角色 如果是我啊 我就打他两巴 哎呀 你就会说 如果是我啊 我就会掩护他两巴 想象了 就是想象了 喜欢看电视剧的 喜欢看电视剧的人 就会留意了 我先不讲好还是不好啦 我先不要说好 也说不好啦 我先讲回来 我先讲回来 看电视剧啊 如果看两集就觉得 哎呀 好boring啊 你是对的 那如果看电视剧 看了两集之后 觉得哎呀 闷死人了 那这个是对的 你的脑比较正常 那你的脑就比较正常了 如果你看了两集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你乖乖的 那如果你看了两集之后 就会觉得 哎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那其实你的脑 就有点点怪怪的了 所以电视剧是一个 可以帮助认识你自己的 所以电视剧是可以用来帮助 去认识你自己的 不好意思啊 你可以继续看啊 不好意思 你可以继续去看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啊 第二种啊 第二种啊 可能弟兄比较有关系 可能和弟兄有点关系了 你们不要笑他们看电视剧啊 因为我们不要笑人家看电视剧 你们是看报纸 你们可能会看报纸 每一天都要看报纸 每一天都要去看报纸 有一些啊 不看报纸好像会死的 有些人一天不看报纸 就好像会死的 好像觉得世界跟他脱节了 就好像觉得这个世界 跟他脱节了 也是好事情 也都是好的事情 但是小心啊 但是要小心了 那个报纸啊 如果一看 看两个人就 哎呀 都差不多 好 boring 你是正常的 差不多一个礼拜 买一次报纸 蛮ok啦 一个礼拜买一张报纸 都ok啦 省点钱啊 省点钱啊 第三种 第三种 这边我英国我就不清楚 有没有中奖的号码 啊 OK 有啊 英国不知道 有没有中奖的号码了 如果你每次路过那些店 你就想说 如果是我啊 会中到的话 哦 几好啊 那每一次你经过那些商店 哎呀 如果我中了这些号码 如果我中的话 是几这么好啊 有时候没办法控制 就进去 用个两张 有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时候 就走进去 写两张 想说 祝联名啊 求祝联名啊 一路写就一路说 哎呀 主啊 联名我联名我 哎呀 如果中了 我一定买第二间爱丁堡教会 如果我中奖 中了头奖的话 我一定买第二间爱丁堡教会 上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 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了 我真的不是贪心 我真的不是贪心的 我如果中了 如果我中了 百分之八十是教会的 百分之八十是属于教会的 百分之十才是我的 百分之十才是属于我的 我说那还有百分之十呢 那我就问了 那还有百分之十呢 百分之十呢 我孩子的 他说是给我小孩的 你看 我都不贪心 你看 我都是一个不贪心的人 主耶稣监察我的心啊 主耶稣监察我的心啊 求主怜悯让我中啊 求主怜悯啊 使我中奖啊 所以第一个就是幻想 所以第一个就是去幻想了 这个是假的我啊 那这个就是假的我 就是透过生活啊 让我们认识自己的 就是可以透过生活 来到去认识我们自己了 你千万不要说 你在看报纸的时候 不要吵我啊 我在读报纸啊 所以你读报纸的时候 不要说哎 不要吵啊 我在读着报纸啊 你也不要说 我看电视等一下啊 好紧张啊 他快要死掉了啊 那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也不要说哎 等一会儿啊 好紧张啊 你不要烦我了 那个都是幻想啊 这些全部都是幻想啊 跟假我有关系 就是和假的我有关系 第二种 第二种 叫做 哎 我好惨啊 就叫做哎 我好惨啊 我嫁给你啊 做牛 做马 哎 我嫁给你做牛 做马 哎 我如果嫁给那一个 我在家数钞票 哎 如果我嫁给某某人啊 我家是数钱的而已 我是音乐家 我嫁给你啊 草业啊 哎呦 哎 我嫁给你却是要去厨房炒业啊 知不知道我的手是钢琴手啊 啊 知不知道我的手是弹钢琴的手啊 好无奈啊 啊 真的好无奈了 孩子又不听话 啊 你常常嗨呀 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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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常常在这儿嗨呀 嗨呀 嗨呀 这是第二种 那这个就是第二种了 你觉得很无奈 你觉得很无奈 孩子不听你的 小孩子不听你的 老公不听你的 老公又不听你了 路上的人当然不听你的了 路上的人当然不听你的了 只有巴士的司机听你的 啊 只有驾巴士那个司机才听你说 你要下车 他会停止 因为你说你要下车 他会停给你 剩下都不听你的 其他的人全部都不听你了 哎呀 你的日子过得很苦啊 第三种 第三种啊 很像无助的感觉 就是有很无助的感觉 很多失望 有很多失望了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那个不好 那个不好 想了很多 想了很多了 勉强来教会了 勉强来教会了 嘻嘻哈哈 不是嘻嘻哈哈 不要再问我了 我感谢主了 哎 不要再问了 感谢主了 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哇 姐妹姐妹 我们一年没有见到好吗 啊 姐妹姐妹 啊 我们一年没见了 好不好啊 弟兄弟兄 这一年有进步吗 啊 大兄啊 这一年有没有进步啊 你看呢 你说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是这样 很失望的 就好像很失望了 是假的我 这个就是假的我 第四种啊 第四种 可能比较明显 可能比较明显 夸张的 夸张的 有听过夸张的 有没有听过夸张的呢 夸张的就是说 夸张的人就说了 有一个小孩在这边跑啊 跌倒了 那有个小孩在前面走 走的时候跌倒了 跌倒就跌倒嘛 跌倒就跌倒啦 有地毯呢 有地毯嘛 是神的家 这个是神的家 跌倒一定会站起来 跌倒的一定会起来的 是如果一个砰一声 如果有人砰一声 如果有人砰一声 哇你就 太烫 那你就会 哎呀 那个声音很高啊 好高的声 好像 好像要唱 唱歌 好像要唱高音 他本来都没有哭 他本来都不哭的 他听到你的声音就 一听到你把声 就马上哗一声 哭了 夸张 这个就是夸张 我不会形容 你们的家一定更好笑 你们常常会说 死啦死啦 我不懂得去形容了 我想你们在家 你整天都说 哎呀 死火了死火了 广东话应该有嘛 就是死啦死了 死了死了 常常死死死 不知道死到哪里去 那就是说 整天都死 整天都死 那你就死去哪里了 接一个电话完了 哎呀 死了 你看他 他买菜的菜 忘记拿了 那你听他用一个电话 就说 哎呀 死火了 你看他 买完送之后 忘记拿了 送回家 再去拿咯 那就再回去拿咯 我们的反应很夸张 就说 我们的反应会很夸张的 你注意看哦 从今天以后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注意去看一下了 如果那个反应很夸张的 如果一些人的反应 是很夸张的 是假我的问题 就是假我的问题 你不要笑夸张的哦 另外一种夸张的是不说话的 另外一种夸张的 就是不说话的 什么事情他干 他干嘛 发生什么事都好 都没什么表情的 没有反应的 没反应的 哎呀 你的儿子啊 你功课 怎么这样这样这样 你会告诉他 哎呀 你这个石头 功课做得多差 他就 这个也是夸张 这个也是夸张 都是属于不正常的反应 都是属于不正常的反应 一个是说 哎呀 没写功课啊 一个是 没写就没写了 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 哎呀 死火了 没有做功课啊 另一个反应就是说 没写就没做 没做就没做咯 所以你看哦 这个都是告诉我们 啊 我们里面受过伤 有假我 其实 这一支都是告诉他们听 我们里面是曾经受过伤 所以就有一个假我 再来 很喜欢控制情况 再来的就是 很喜欢控制情况 很喜欢控制别人 很喜欢控制别人 就是 不可以 不行 嗯 很多这种控制人家 就是有很多要去控制人家的 你怎么样就生气了 一发生少许的事 你就不高兴了 那个也是属于里面的假我 这个也是属于里面的假我 最后一个就是 会责怪罪别人 最后一个就是 会责怪别人的 你看你看 就是你 就是说 就是你就是你了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看 是你了 是你了 那个意思是说 你很早就算出来了 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早就知道了 你已经算出来 所以他只要一错 你就 看看看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早就预计到 是这样的了 所以他一做的时候 你就说 你看看看 你帮一下忙 你帮一下忙 你等一下只是 看看看看 不要只是在这里 咦 我看看看看 很会怪别人 就是说会怪别人 就是都是你 都是你 还有一种是什么 你 你 我上次听到一个妈妈 我也是想学她 她说什么 那个小孩 嘎嘎嘎嘎一直笑 她说 你再笑 你等一下笑了 牙齿就掉下来 那么有一次 filler 小孩后 你二轻 还有一个是 你再笑 你再笑 等一下 你就咬到舌头 有个妈妈又说 你在那里还笑 再笑 你就咬到你的舌头了 我觉得小孩子笑 很快乐 我感觉小孩在那里笑 是很开心的 可是因为我们 里面有一个假我 可能因为 我们里面 有一个假我 我们见不得 我们不抵得人家开心 就是说如果他笑 最好他一会就跌倒了 因为就是说我们不抵得人家比我们好 你看到如果有两个人在笑笑笑笑笑笑笑什么笑 你看见两个人在那里笑 你可能就会说有什么好笑 好像你看人家结婚 今天有人结婚知道吗 好像你看两个人结婚 有人结婚 跟一个婆婆做 结婚我觉得很快 他就说看他们可以多久 那你跟一个婆婆坐在一起 你觉得两个人结婚是很高兴的事 但是旁边那个就说 看他们在一起可以有多久 他说你看那个女的 你看那个女的 一桌吃饭她要这样 你看那个女的 那是姐妹吗 那是女的 那很多时候就说 你看那个女的 你看那个女的 其实那个是你的姐妹 但是他就会说 你看那个女的 你看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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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意的 你看她得意 你看她妈多有趣 你知道她妈妈欠我钱吗 你知道她妈妈欠我钱吗 你看得意她摆这么多桌 你看她以为摆这么多桌 摆这么多位 好有趣 见不得人家比你好呀 就是不得人家比你好了 不是你们啦 不是说你们啦 你们今天也没去参加婚礼 你们今天有没有去参加婚礼 你就觉得说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干嘛去 那你就说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怪罪别人 也是一种假我 所以怪罪其他的人 也是一种的假我 那这些假我 真理的道理很难进去 那有一个假的我 真理就很难进去了 很难 真的很难 就真的很难 所以以上六个东西 我们检查看看 有没有一个两个 所以以上六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究竟有没有一样两样 如果一个两个的话 我们真的要认真地看自己说 啊 主耶稣啊 原来我里面 还有一个我呢 那有一两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认真地对主耶稣说 原来在我里面 有另外一个我了 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长大的成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 长大的成人 所以其实我们要练习啊 跟以前的 这个里面的人说 拜拜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练习 对以前我们里面的 这个人说拜拜了 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些英国的 西人 他们在教小孩 你没有看过 英国的西人 教小孩 我不是说每一个 我不是说每一个 但是我看过几个 还蛮有意思 我看过有几个 都很有意思的 像他抱那个孩子 抱一个小孩 跟你一样 会抱孩子 跟你一样的 跟你一样的 都会抱小孩 比如说 你的那个孩子呢 就哭 就说 啊 我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要玩 我要玩 比如说 你那个小朋友 就说 我不走 大吵大闹 我不走 我不走 我要玩 你怎么反应 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想想看 你想想了 有一个家长 他就是 看到 抱着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叫 啊 一直跑 要跑走 他的妈妈说 再吵 不要吵 啊 那么有个做家长 看见那些小朋友 买到吵 山山的时候 就会说 哎 不准吵 还吵 另外一种 好了 好了 来 来 来 吃糖 吃糖 另外一种 就会说 好了 好了 你看 有糖吃 你看一下 英国的西人 有一些 他们在教 是这样子的 啊 但是你看一下 英国有些西人 他们教 就会是这样了 啊 也是 不要 要走 不要走 他的妈妈会说 说拜拜 啊 那么他的妈妈 就会对他说 拜拜 跟狗说拜拜 啊 跟狗拜拜 因为他想玩狗 因为他要跟狗玩 跟狗拜拜 就跟狗仔拜拜 跟爹地拜拜 跟公园拜拜 跟公园拜拜 跟玩具拜拜 你回去看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 的话 你再看下去 看那个孩子怎么样 你再看一下 这个小孩会怎么样 那个孩子大概会闹一下 啊 这个小孩大概都会 吵多一会 过一会就这样 拜拜 拜拜 啊 过多一会 那就会拜拜 拜拜 跟 跟我们讲的 有一点不一样 啊 跟我们讲的 就有点不一样了 我们比较难拜拜 啊 因为我们比较难 去拜拜 我们从很小 我们上一代 也是这样教我们 比较想说 再吵 再吵 你要吃这个 你要吃这个 吃吃吃 啊 因为上一代 都是这样教我们的 就是说 你再吵 吃啊 一定要吃这个 我那天看到 一个家长更厉害 我那天看到 一个家长更加厉害的 吃饭 吃饭 他喂嘛 他在那儿喂 现在的小孩 好像都中风了 现在的小孩 就好像中风 都是他妈妈说 打开 都是妈妈说 打开 吃 吃 找一找 啊 自话 吞 吞 好 像不像中风 是不是好像中风 好像在附近啊 附近 好像在练习附近 就是吞 好像在那儿 在那儿 在那儿练习 怎么去康复 叫你吞 你就吞 你这样现在教小孩子 讲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 教小孩的 这个妈妈厉害 你这个妈妈是很厉害的 吃 吃 到你 吃 前面坐两个 前面两个 他一生就是两个 他一生就两个 吃 吃 吃 到你 吃 吃 吃 他都还没有吞下去 都没吞下去 哇 这个妈妈生气了 那这个妈妈就生气了 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东西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从桌子下面 就拿点东西出来 就在那儿拍啊拍啊 一只尺啊 一把尺 你吃这个还是吃这个 你吃这个吃这个 我在旁边看啊 我在旁边看见啊 哎呀 我都想帮他吃啊 我都想帮他吃啊 我想帮他 因为我很想帮他 因为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不可以这样的 因为那个脑会坏掉 因为那个脑会坏了 那个脑坏掉就变成我们这样 脑坏了之后就好像我们这样了 就是这几个 就好像这几个这样了 几个会出来的 这几样东西就会走出来了 追电视剧的 哎呀好惨啊 哎呀好惨啊 夸张的 很夸张的 控制人的 控制人的 都是你你你你你 都是你你你 是这样出来的 就是这样出来的了 吃饭啊跟那个尺啊 不可以在一起的 吃饭 还有这把尺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好了我们先不教吃饭了 现在不要说教人吃饭了 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拜拜 就要说拜拜 我们说拜拜的机会不多 我们说拜拜的机会不是那么多 所以你注意看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年代的人 只要要分离的时候 就是要分离的时候 天啊地啊 有天有地 不得了 好像不得了了 哇 那个整个会 辛仇旧恨 天啊 天啊 好多字我想不起来 就是那个感觉会全部呕上来 那些伸仇狡猾 所有的感觉呢 它们会呕上来一样了 哇 因为平常很少说拜拜 因为平时很少会说拜拜 所以你看哦 你离开啊 还是你孩子离开啊 那一段时间啊 第一次啊 第一次 哇 你很辛苦 所以你的儿女 第一次离开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辛苦了 因为我们的 我们很少练习说拜拜 因为我们很少练习说拜拜 那现在我们又重新看我们这个里面的孩子 我们自己的以前呢 现在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以前的里面的这个自己 我们就要跟这几个事情说拜拜了 我们就要跟这几件事情说拜拜了 像上过课之后 那我们上过课之后 以后我们开始这样 哎呀 想象想象做梦的时候 发白的梦的时候 就跟自己说拜拜 就要跟自己说拜拜了 一定要练习哦 一定要练习哦 很有用哦 很有用的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哦 不要轻看这件事情 所以有一段时间你会有一点 痴痴的 所以有一段的时间你会觉得痴痴的 因为你要跟自己常常在那边拜拜 因为你整天在那边跟自己说拜拜拜拜 你买菜的时候要说拜拜 你买菜的时候又觉得拜拜拜拜 你看电视也要说拜拜 你看电视的时候又说拜拜 有一段时间你好像痴了 有一段时间你就觉得好像痴了 可是是因为你在练习说拜拜 但因为你在练习说拜拜 你每一次开始这样练习的时候 你每次开始这样练习的时候 你的脑本来都是这样转这样转 你的脑本来都在这样转来转去的 它就会停在那边 它就会停在那边 开始转别的方向 开始转向别的方向 这个叫做进步 这个就叫做进步了 有了这个之后 你才能说 主耶稣 我尽力了 请你帮助我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的就是 跟自己里面说拜拜 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跟我们里面的自己说拜拜 因为这些东西 是以前我们的小时候 自己告诉自己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 自己告诉自己的 也有可能是小时候 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的 也有可能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的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成人了 我们要练习跟他说 哦 我已经长大了 拜拜 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我已经长大了 就对他说拜拜 这个叫做成人的练习 这个就是成人的练习 年轻的不一定可以练到这个 年轻的人 因为他要配合我们里面 这是神的安排 他要配合我们里面 成长的时间 到中年的时候 可以练习 因为要配合到我们 长大到中年的时候 才是练习的 这个是神的安排 要配合到你的孩子 已经长大 才有办法练习 你的孩子如果还没有到18岁 如果你的儿女还没到18岁 你很难练习这个 你是很难练习这个 因为要练习这样的 说拜拜 跟里面说拜拜的事情 因为假如你要去练习 和里面自己的我来说拜拜 他必须里面经过 大概三年以上的时间 让自己整个沉淀下来 三年的沉淀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你已经没有下一个目标了 三年沉淀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已经没有下一个目标了 比如说你已经没有赚大钱的目标了 比如说你已经再没有赚大钱的目标了 你已经有房子了 因为你已经有屋了 你现在就是说 哎呀赚一点零用钱啦 你们都很会讲这个嘛 零用钱 你们都会说了 哎呀赚一点零用钱而已 可以 什么 你们还会讲什么 现在赚的都是 虎口啊 现在赚的钱都是用来糊口的 可是你的钱也蛮多的 但其实你的钱都是很多的 那个口袋也装不下 两个袋都装不下的 可是你说 一点点了零用钱 但你就说了 哎呀少少零用钱而已 所以啊 他要等到你已经没有想赚大钱的时候 所以就要等到你已经没有再想赚大钱的时候了 第二就是等到你已经不用追着你孩子吃饭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说你已经不需要再等到你去追着你的小孩去吃饭的时候了 你也不用追他的功课的时候 你也不用再问他 你以后考大学你想做什么 不用 你已经不再需要问 哎呀你要考大学 究竟以后你想做什么 那个都是目标 这些都是这个目标 所以当你没有这个目标 三年之后叫沉淀 当你没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三年你就能够沉淀 才可以开始练习 跟里面说拜拜 才可以开始练习 对里面说拜拜 应该有的人是这个年纪 应该有的人已经去到那个年纪了 如果你孩子还没有长大 所以你的儿女假如还没长大 你的目标还很清楚 你的目标还是很清楚的 要练习说拜拜 有一点点难 要练习说拜拜 有一点点难了 所以我们要很公平看自己 所以我们要很公平的看自己 不要勉强自己太厉害 不要勉强自己太厉害 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都是好的 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都是好的 他就是要我们很努力有目标一段时间 他就是要使我们很努力有目标 这有一段的时间 然后你发现说 人就算有目标 也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到最后你就会发觉 人就算是有目标 也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原来你改变不了什么 原来你改变不了什么 那个一转才有办法看拜拜的事情 那一转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看到这个拜拜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练习的第一点就是 要跟自己里面说拜拜 所以我们要练习的第一点 就是说要跟里面的自我 讲这个拜拜 下一次你想吵架的时候 下一次你想吵架的时候 你想怪别人的时候 你想怪别人的时候 你想怪教会的时候 你想怪教会的时候 你想要控制别人的时候 你想控制别人的时候 你很夸张的时候 你很夸张的时候 然后马上开始想 说啊 我上过课 你马上就要想到 哎 我上过课了 拜拜 我跟我的夸张说拜拜 我跟我的夸张说拜拜 我跟我责怪别人说拜拜 我跟责怪别人说拜拜 要说因为我长大了 你说我因为长大了 就是说你已经老了 不能这样讲 你不能够说 哎 因为我已经老了 要说长大了 你要说我已经长大了 长大是一个时间 因为长大是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 因为都带着一个伤痛 在里面 心中的里面 因为我们每个人 在心中里面 都带着一种的伤痛 所以我们刚刚练习的 第一就是 我们说拜拜 就叫我们承认 我们里面有一个假的我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 要练习 说这个拜拜 就是要承认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假的我 我们就开始练习方法 帮助自己再成长 我们就开始帮助自己 找一个方法来 是使自己再成长 所以上面说的照顾 就是指照顾我自己 所以说照顾 就是要照顾自己 我们在英国的人生活 一定懂得 什么叫做照顾自己 英国生活的人 一定会懂得 怎么照顾自己的 会懂得说 不要麻烦孩子 不要麻烦别人 会懂得说 不要麻烦其他人 不要麻烦自己的儿女 那可是我们现在讲的 不是身体的健康 现在我们讲的 不是说身体的健康 我们讲的是更里面的 叫做心理精神的健康 我们所讲到的是里面的 就是这个心理 和里面的健康 这个精神的健康 帮助我们 要度过老人的时间 这个精神的健康 就会帮助我们 度过这个老人的时间 因为精神的健康 要帮助真理 再进来 帮我们提升更高 因为精神的健康 会帮使到真理 会进入来到 使到我们能够提升得更高 你千万不要小看 精神的健康 千万不要小提轻 这个精神的健康 有时候你真的会看到 一个中年人 他不要耶稣 有时候你会看到 一个中年人 他会不爱耶稣 你也会真的看到 一个中年人 他决定跟教会对抗 你也会看到 一个中年人 很计较别人 对他公不公平 你也会看到 一个中年人 会很计较 其他人对他公不公平 跟这个就有关系 这个就跟这个有关系了 现在你学到了 现在你学到了 是要帮助自己精神健康 是要帮助自己精神健康 让真理进来的训练 提高我们 用真理进来的训练提高我们 不然我们到更老的 下一段年纪的时候 如果我们去到 下一段年纪更老的时间 我们会很难跟人相处 我们就会很难跟人相处了 我们会很计较 我们就会很计较 我们会让我们的子女 很伤心很头痛 我们就会使得 我们的子女 很伤心很头痛 这样子我们就没有照顾到自己 这样我们就没有照顾到自己了 好吗 要练习照顾自己 要练习照顾自己 下一个星期一的早上 我们会讲到 怎么照顾老年人 就是我们自己了 下个星期一 我们早上的时候 就会讲到 怎么来照顾这个老年人 就是照顾自己了 然后我们也会谈到 我们年轻一代的 怎么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 也会提到 你们年轻一代的 怎么来照顾我们的爸爸妈妈 休息休息了 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了 感谢主 感谢主 一起摸倒 感谢主 感谢主